这两年观光产业景况大不如前 去年起来台的路客奏降 县议会定期会中县长林明森表示 观光业者主要诉求不再减税 而是提振观光改善目前经营的困境 虽然减税无法产生多大的帮助 但如果业者觉得有帮助的话 县府可以配合减税和业者共度难关 南口县议会第18届第6次定期会县政总质询 县议员关心这两年观光产业景况大不如从前 去年起来台路客奏降 影响观光业者生计 希望县府减税协助渡过难关 刚好今天我们包括税务局 现场也都过来 我是为这些业者来做一些请命 希望说因为行政总央也有颁布 希望有一个减税的一个方法 这点我是说是请教我们管长 针对这个部分 观光的部分 县长你本身的看法怎么样 交通部观光局为了提许业者 请地方政府帮业者减免房屋以及地价税 县长李明珍表示 此举利益良善 但观光业者主要诉求不在减税 而是在提振观光 改善目前的经营困境 虽然减税无法产生多大的注意 但如果业者觉得有帮助 县府可以配合减税和业者共度难关 那么我想这些观光业者 他们的诉求也不是针对说要减税 我想最主要他们的诉求还是希望 把观光业能够提倡起来 让更多的国内旅游 还是外来的观光客能够进来 让他们演业的行为让他们有钱赚 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县政府也是一直在办 我们县内的大选活动 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到南投县来消费 来住宿 这是主要的目的 如果说他们这样的活动 没有办法弥补他们的省市的话 那么减免房屋税还有地价税 我想我们也都要顾虑这些业者的这种减少收入 产丹经营的这种心态 我们愿意来配合减少他们的房屋税还有地价税 受到两岸激动年金改革的冲击 南投县观光人数大幅滑落 旅馆民宿以及餐饮业者等观光产业受到极大的影响 县府也积极举办活动 吸引观光客前来南投消费 希望与观光业者一起携手 开创南投观光新风潮 暂时啊